大家看看这个就是我上次在亚洲超市买的这个肉夹馍 然后当时网上有小伙伴留言问我说这个吃的怎么样 我说到时候尝尝来汇报一下 好吃的东西太多所以今天才轮得上 仔细看了一下说明说做法是如果空气炸锅的话 要刷油每面三分钟 我打算不刷油了直接每面三分钟看看效果如何 空气炸锅已经预热好了 然后我们把肉干部剪开放在这里 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看看能看得清楚吗 里面是梅菜和扣肉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加热一下 160度三分钟 三分钟到 好那我们把它打开翻个面 这个面现在是这样子的 拿筷子翻一下 然后再加热三分钟 看看按照说明上的指示 这个三分钟 这面三分钟也做好了 看看里面 哦好烫 有一点焦焦的感觉 不需要等一下 太热了 现在吃不了 等着凉的功夫先下一个橘子 平皮酥酥酥的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那种白膜的感觉 好热 尝尝肉 挺好吃的 咬着很烂苦 不像之前有小伯伴说 完全咬不动 这个还挺烂的 然后里面肉里面有一细细的汁水 大家看看 梅菜看着也蛮多的 现在来综合吃一口试试 挺香的 上次吃肉夹馍还是在伦敦 大概也有两年了吧 当时还感慨 为什么伦敦的中餐好像种类比梅里黑要多 因为它们还没有发现卖新鲜肉夹馍的 小伙伴们要是有知道哪里有卖的 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虽然就是 是速冻的 但是我觉得吃起来还是 肉夹馍的那个感觉 所以 我觉得还是可以买 嗯 之前有小伙伴说 特别硬烤了很长时间 然后才能烤熟 是不是因为之前没有解冻呀 我看就是这个肉夹馍本身是冷冻的产品 后面背面的说明上写着说 吃之前要提前12小时放在冰箱冷藏层里解冻 我是没有放到冷藏层的 我是直接今天早上拿出来 直接放到外边了 放到室温下 到中午的时候 然后刚刚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 嗯 我觉得就还挺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试试 再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特写 味道咸蛋也合适 感觉下次我去亚洲超市 又是可以囤货的一块 啊 吃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仔细看一下 是骨头茶 大家看一下是骨头茶 好 幸好我吃的时候比较注意都是慢慢的咀嚼 因为我就怕万一有什么义乌崩块牙齿 看来小心湿的万年醇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肉夹蒙就不推荐了 剩下的斑果就没敢再吃了 好可惜本来以为 发现了一款可以持续回购的产品 然后跟大家汇报说 这个值得购买 或涉及到安全问题的话 我就不推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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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